《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因為有新朋友來了 我又介紹多次 我們是講這個拉康的精神分析學 裡面關於clinical的理論 我們有本讀物 這本讀物就是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Nakami and psychoanalysis theory and technique 是approved genes 中文大概就是拉康精神分析的臨創 一臨創 對 臨創 理論是十次的 是的 就是這個Buspin 寫的 Buspin 是什麼人來的呢 Buspin 是一個美國的學者 他是用了很多時間跟一個拉康的徒弟 Charles Allenby 做一個學生的 都是受精神分析學的仇份 正統仇份 在法國 上個禮拜 我們就講一個特徵 主要是這本書的頭三個chapter 關於精神分析的臨創 的方法 理論等等 如何有別於一般的 現在性行的psychology 譬如chormative psychology 或者behavioral psychology 因為上次已經講過的問題 這次我們去到第二個 都不重複了 不重複了 對 昨晚 昨晚 大家不明白的時候 可以請留一會 可以舉手問 今天我們開了另一個題目 因為這本書中間開了三個topic 很重要的 就是關於diagnosis的那方面 diagnosis 即是斷症 斷症方面 在拉康的calibri 裡面 在拉康的分類裡面 其實他承繼了佛洛伊德 主要是三類的diagnosis 即是三類的斷症 主要是psychosis 精神病 neurosis 你怎樣譯呢 官能症 psychosis 或者叫做一些人譯 精神症 神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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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叫做最多一份精神病 官能症 還有這個 perversion 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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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三重 性變態 變態 變態 或者是 有一個製造BDSM 裏面其實是一個清單 有一大堆病症或特點 你只要做 multiple choice 你符合了十項或五項 你就可以被斷證為某個病 但拉康的斷證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普遍的精神病和拉康講的psychosis 那個精神病的意思是否一樣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實我這裡順帶一提 因為這是上一節上的second 帶給大家看一個很重要的dimension 那個dimension就是拉康對人的精神結構 帶來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個突破就是引入了索瑞爾語言學的 索瑞爾是什麼人來的呢 就是一個瑞士語言國家 他就有一個語言學上的突破 影響了當代的人文學科的思潮 無論是人類學、社會學 甚至哲學上的思潮 這一點就是說 語言作為一種結構去研究 因為有別於以前的一般的phonatic 即是一個語音學或者另外一些語言學 他不是研究particular的一種language 他是研究language as structure 即language自身as一種什麼呢 as一種結構 就是meaning的可能性 就是possibility of meaning 就是meaning如我可能 就是意義如我可能 你告訴我 他會說比較technical 即是說語言學本身是研究 語言的技術的變向 語言的physical existence的技術變向 比如說語音等等 他出現了一個 他就不理會那個樂園是怎樣的 但受水研究的語言學結構語言學 他在研究語言的行駛 這個practice裡面 即語言的行駛 一個語言和另一個語言之間的結構 是怎樣的 即是跟一般的語言學是不同的 但這個東西就直接跟我們的精神結構是直接相關的 舉個例子譬如說語音 每一種語言英文或是愛斯基摩文的語言歸言同文 但他不一定有一個… 但拉康和索水研究是說所有人類的語言 都是有一種共同的結構 既然是共同的結構的時候 人類又是一個語言的動物 語言的存在的時候 即他脫離了語言學法 沒有學法定義 甚至沒有學法存在的時候 那些人就拉康借了過來 去停留這個精神病 意思是… 我再說這句吧 意思是說拉康透過索水義的語言學 找到某一種的結構 那這種結構就跟精神病 這一種的精神結構是很有關係的 你等等 我要給你一支咪高峰 那我想問康透過索水義的語言 這個… 這個其實是比較學術的問題 其實這個也不太重要 其實很多學者都沒有說自己是甚麼主義 但是按照傳統理為史 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說不是 因為拉康… 如果你當作丟簽了索水義 和李雲史佛的結構主義者的話 拉康是將它們的某一個很重要 某一些很重要的機構價錢推翻了 但其實它同時又繼承結構主義和結構意義 那這個結構主義是否有甚麼 那個結構其實很簡單 拉康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把索水義的符號公式 那是否有些問題 應該是否有些問題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 我會有些問題 就是否有些問題 那是否有些問題 其實是… 某些問題是否有些問題 某些問題是否有些問題 他的意思是结构议员有一个恒定的结构,不变的结构, 符号是用来设计一些实际的存在,实际的物件, 邓这个字是带的,那样东西是实际的存在, 但那样东西又跟其他东西有关系, 所以结构议员最简单的说, 他假设这个符号是依靠着实存结构,substantial的结构, 但拉康刚刚调转了,他说根本不存在实存的结构, 实质存在的就是符号本身,所以他调转了这个符号, 这个你当是一张椅子,即是你当是一张车, 这个都指向一个有一个物体来的, 一张椅子,但其实它是反过来的, 它是说这张椅子是在指涉这个东西, 即是一个实物和指涉物被指涉符号的关系导转了, 为何呢?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这些都不深入,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物体来的, 但我们今天主要的个案就是这个精神病的, 精神病的这个结构, 但都很相关, 因为这个会跟整个精神是基材的, 所以都讲不讲, 其实如果你实心点想一下, 这个我随意用pick up, 那我就不会用它, 但我又准备一些经常常用的例子, 譬如你一朵花, 你不先在这朵花, 花是指涉到这朵花的时候, 但你会发现, 其实你仔细一点就会知道, 每次你见到花的时候, 它是代表爱情、浪漫、清高, 很多more than physical flower 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是怎样的, 又或者人, 你这个朋友叫Peter, 其实Peter这个字, 只不过是指涉这个有一个肉体, 即是有一个生物, 它的名字, 我现在给一个符号叫其他, 我可以给其他符号它, 但实际上你想想, Peter这个字所运行的意思, 如果这个人有一天, 他忘记了所有以前的事情, 性格都正常大变, 他已经再不是你的朋友了, 其实Peter这个字所包含, 他原先你connell, 即是他指涉的内容, 他已经运动了, 所以你会知道, 其实这个人是这个绿体指涉, 或者你可以用想, 极端他的外星人是Trump, 鬼上身的, 鬼上身的, 现在他已经是另一个人, 这个绿体只不过是指涉的, Peter包含了你对Peter的认识, 所以你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了, 其实这个结构已符号到, 即是这个世界的组织的网络, 是由这个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差异去构成的, 只有差异的, 当然不是说, 是虚构的, 因为这个符号本身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 但它是一个时间的存在, 每次你说话的时候, 你的精神都是存在你, 所以你知道, 这样说比较简霸, 但总之, 这条网络的方式, 其实就是精神, 现在轮上用来做这个精神病断症的这个基赛, 你想想, 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不是一个符号指涉的一个生物, 而是你看到的所有生物, 都是用来指涉的一个抽象符号, 而这个东西是哲学都确定了, 如果大家有没有听到, 有一个哲学的学科叫做知识认识, 就是各私人你们的知识认识。 就是 cough Take your 。 就是研究所有人类知识可以知道的范畴, 即是是你的知识认识是一个圈, 它要研究就是说, 在这个圈内所有人类人都可以知道的范畴, 即是劃定人類知識的範疇 而這件事在外面它們給名字是think in itself think in itself 總之是人不可知的東西 這個知識範疇為何是可能呢 Khan就提出了一個concept 叫做APO APO 或者鮮艷 鮮艷或者鮮艷傳統的鮮艷 APO 就是整個知識範疇 都是有一些結構 譬如時間和空間 所有人類不論文化和種族 他的生理基因上的特徵 基因上的差異 他都有一個形式世界的基本框架 就是時間和空間 時間和空間 我再詳細下去 總之這個就很重要 這位朋友問得好 因為這就是psychotic的精神病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精神病涉及到一個語言的失敗 失敗的學習或者裝置 然後涉及到一個語言的回歸 這個就是經常拉康點的定義 這個psychotic和一般其他兩種分別 其他兩種呢 它有一個特殊的特殊叫做forclosure 叫做排除 大家可以看到 forclosure forclosure 它分開就是retection和disvorrow 排除和其餘壓抑和否定有甚麼不同呢 否定或者否認 即使它是否認 即使它是否認 都是預設了它的存在 預設了甚麼存在呢 就是語言的閻覺 叫做castration 你經常聽過castration 但castration 其實佛羅伊德 以我隔離說 佛羅伊德和伊德 那邊說的castration 都不是在講閻覺的樣句 不是這件事 如果單純是這樣 你無法解釋到 女生怎會害怕這件事 就是其實 所以它們 即是說reaction和disvorrow 其實是預設了 有語言閻覺的樣子 即學習到語言 即神服在語言之下 你才變成一個使用語言的人 其實是一個totology 即是一個totology 即是一個totology 即人一定會說話 說話的就是人 是吧 大家在想 是一個等式來的 在數學上是一個等式 即是說話的人 是人都會說話的 那個不需要驗證的 因為那個只不過是一個等式 自然而言 自然而言 即是它自我可以證明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自我去反問自己 那麼我們沒有任何的人 我們知道我們 或者我們認為是人的個體 是不使用的 包括自己 我們簡單地說到 就是說 其實閻覺的過程 你可以當成是唯一一個人 當它有一個嬰兒 我們當時 當它未即現的時候 你假設它並不是一個人 並不是一個進入社會裏面的社會 但是當它進入了閻覺這個過程 即被這個語言閻覺了這個過程 其實就等於它能夠正直進入一個social world 裡面去成為一個social being的生活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如我講一個例子 比較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 譬如我們 我們有分男女仔 這個世界 有分男女仔 有分男女次 但是試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是需要 裝一下男次或者女次裡面 是否真的是男次還是女次 招進去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我們會怎樣做的 我們的做法就是 先看了符號本身 即寫著男次還是女次的sign 我們看到這個sign 就進入去 我們進入去 到進入去 如果我們真的發現假的 譬如男次 譬如一個女仔 進入那個女次 寫著女次的字 進入去可能有尿兜的人 即是很害怕 走出來 但是他不會先去好奇地去望霸裡面 因為我們是被語言 所structure 了我們 對所有認知的可能性 即是說 我們是先透過符號 去認知所有所謂的實物 如果沒有符號 我們是不可能去理解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我們是不求甚解 其實面對符號 我們是不求甚解 為甚麼 因為我們是先洗入符號 如果你是求甚解的話 你就放下 你就放下 但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給了這一種 從小到大告訴我們 男仔就是穿褲 女仔就是穿雲 這兩個sign 但是我們就憑著這兩個sign 走進去那個廁所裡面 所以我們這就是 在拉康的論述裡面 或者拉康的理論裡面 叫的閹割 閹割 即是怎樣憑這個男女次的符號 走進去廁所 其實代表了這件事 這個行動本身 其實和新文性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它是一個社會的象徵體系裡的一個紫舌 一個行動 一個行動 回到剛才那裏 就說 那個inhesion 和forclosure的分別 就是forclosure 是完全排除了英國的 即它的語言的安裝 是語言學習 即這個人 如果假設有一個人 forclosure了英國 即是代表他沒有成功學習到語言 它就會出現這個 它就是存在精神病難 它的不同地方 即是康林剛才講過 其實就說精神病 或者現在我們有些近似的名稱 叫做思覺失調 這些病的類型 其實它的特點就是 沒有辦法真正進入這個象徵體系 它沒有辦法真正進入這個社會的世界 社會的世界 社會的世界 它其實不是一個現代意常的社會 社會的世界 這一點就是sacode 而且這一點其實如果是 但是這一點 因為它非常明顯 因為它很明顯 其餘那兩種斷症都比較 其實三種都很頻難 但是forclosure的這個結構 一旦的病化就會比較突出 所以其實它一般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 它都會知道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detachment from reality 即脫離現實 所謂脫離現實 就是有些譬如說 幻停的幻覺 還有它沒有辦法在這個象徵體裡的工作 你聽我師傅家常說 他給了一個例子 入這個廁所 其實你要知道 那個象徵是什麼意思才能做到這些 在這個精神病的世界裡 由於這個語言出現了問題 所以其實它沒有辦法在這個象徵體裡 分享到這個正常的分別 我想想說一說 精神病和這個語言 精神病就是神經全到的問題 我以我經驗來說 我聽到你說我都很好笑 有些東西很少 還有發覺你的語言 你是小時候開始有人跟你一起 同一族人 譬如很多土人或者那些語言 然後是用了一個 譬如大家發了一支聲 那張就叫做鄧的語言 但如果是在別的國家的時候 就是第二個音 這個其實好像是一個實習 就是一路實習一路就會 叫做鄧的語言 然後到發生精神病的時候 因為你以前那些我 就是我經驗的就是 我會試過 什麼叫做男人 什麼叫做女人 我分不了 有什麼分別的 有分別的 男人 女人都一樣 我可以在族人面前全都可以 洗澡 沒事的 有什麼事呢 我完全是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沒有感覺 所以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事的人 我就不知道 你在書館練習 好了 我是經歷過 是對這個 各樣東西是沒有感覺的 沒有分別的 然後語言那方面 我都是發覺真的會有的 是我是說不了話的 表達不了那些東西 譬如我想要什麼東西 我講不了那些字的 只是用一些法式 好像那些小孩子這樣叫 有時覺得自己好像變了一個便宜 這一樣是一個引證你剛才說的 甚至都 我現在已經是好很多了 我都是 有時都不會是 出不了這些字出來的 即是你想是 是出不會出來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有多有趣 這次的事 很多東西 那 其實呢 會說段證 為什麼一定要段證 這次有多問題 是的 那其實 讓我講一下 我試一下 那大家剛才 有三種精神結構 即是拉康所提出 第一個是功能 觀能症 然後精神病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話題 第三個就是一個變態的過程 那這三個其實都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理解來說 都可以蓋上大部分 一些在精神領域方面的問題 一些梳打之類的狀態 都可以蓋上到的 但已經有別於其他 譬如DSN 就是現在的斷症的那個名單 就是一般精神科醫生 會根據那個清單 來計的話 那拉康這個提出 就會有了 其實是多一些 給到 如果是療程來說 就會給他們一個 就是多一些的一個指引 就是我們的姿勢應該在哪個位置 而那個重要性 為什麼會 之前上一節其實講過 在一個最初的一個 meeting 裡面 其實最 叫做 preliminary meeting 是不是 初步會面 對 初步會面 但其實這個初步會面 可以是維持幾個月 幾年都可以過 在這段時間裡面最重要 要分辨出的就是 這個 patient 就是這個被分析者 它不是一個psychosis的個案 我們在這裏講中文就是精神病 但大家要記住 不是說平時我們討論 DSN那種精神病 因為如果 這個人的精神結構 是一個精神病的結構來講的話 這個結構 根據拉康的理論來說 它是不會變的 就是一旦 你是有這個精神病的這個結構 你不會因為有什麼治療 或者其他特發的事 所有的東西 都不會改變的 你以為你是精神病的這個結構 你就永遠都是精神病的這個結構 而你平時可能 好像一般生活 一般其他人的生活 你是可以生活到的 可能機一 但是你又用不到 剛才講過 進入不到一個social world 但怎樣又可以像其他人的生活 可能只是 靠著模仿其他人的語言 模仿其他人的語言的生活 而去做到的 好像能夠functioning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做anvalidus 清楚地去斷證 它是否是精神病的結構 而我們當作它是 官能症的結構 這樣去處理的話 那個情況就會可能 因為你這個分析的過程裡 而令到它tracker到 這個精神病的病法 是否這樣 OK 所以就要很小心 因為它要… 因為這是一個結構 有一個普通的技術就是 語言的學習 大家都知道通常小孩幾歲 大概有一個常限幾歲到 就一定會學會講語言 其實這個語言的閹覺 其實現在沒有一個很實在的實驗 做到究竟幾歲是常限的 但是它們知道 如果一旦你小時候 語言的閹覺是沒有完成的話 即是說你是一個精神病的結構的話 這座結構是沒有下法改變的 所以就斷證的時候 精神分析師是很小心的 它一定會先做這個步驟 否則它就會令到你產生幻聽幻覺 因為精神治療 精神分析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是一個special的setting 你進去其實它是一個移情的space 有一個移情的功能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移情 假設它是一個精神病的結構的話 它進入這個疑情的 跟分析師產生疑情的關係的時候 如果分析師不小心 會替它一個語言的閹覺的話 它就會等它 它就會產生問題 是產生患病的環境 這樣便會回頭 所以如果你斷證 它不是一個精神病的話 疑情 英文叫transferent transferent 疑情作用 疑情作用 如果你有看 疑動的疑 疑情是疑動的疑情感的情 中文的疑情 應該有體驗精神深色 或者也會聽到疑情的疑情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斷證過程裡面 有一件事是一般人去定義精神病的一個元素 有一個病徵 叫做hallucination 即是幻覺 中文是幻覺 幻覺 大家都知道幻慶、幻覺 甚至幻臭 有些味道 都可以 我聽過 明明大家聞不到 你以前做過psychotic的 而且我跟一個psychotic的親戚 其實住了幾年 他的hallucination是真的很厲害的 但是在拉康的看法裡面 hallucination這件事 其實是固有了在我們想像的關係 因為在上一次的section裡面 我們就有解釋過和展述過 這個拉康的理論裡面 對精神結構是有三個互相支撐的結構 的界 的order 界別 是互相支撐著 即是好像一些積木一樣 那個叫層層葉 你拔走一條他都會想 所以其實在拉康裡面有三個界 就像這個圈一樣 讀數學的人 我可能不知道 好 一個r就是for這個真實界 the real s就是symbolic 就是這個象徵界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語言 其實我們現在三個都會有 三個都會有 每個人三個都會有 不過我們 我們會很著重 就是說去看回 如果是精神病的話 我們就會看回 在那個symbolic那裡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有i 就是imagination 好 imagination 我們可以說幻覺 就有一個很直接的連繫 因為其實拉康就說 有一件事 alicination 就算對一個正常的精神結構 即是觀能正結構 觀能正結構如果拉康所謂的 不是正不正常 應該是說大部分人 majority 大部分人 就是應該過九成的 過九成的人 都應該是觀能正結構的 譬如大家有聽過 一個狂洗手的強迫症 狂洗手 都說 好了 或者是一個 蠍絲底利 蠍絲底利 這種狀態 主要是這兩種而已 那拉康其實都有提過這個 fobita 即是這個 驚恐症 都有漫無 在他的著作裡面 但是呢 其實 對於一些觀能正的人來講 其實我們 都有機會有所謂的幻覺 這個 這個 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們都會有 但是呢 如果一個 我們斷證的時間 很容易就去填寫這些 寫риз 如果它一旦有幻覺 就說它是sicosis 就很容易出錯 這裡可以嗎 其實如果對比現在普遍精神科醫生 會用那套的清單來計算的話 其實這個幻聽幻覺就是精神分裂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病徵 基本上你有幻聽幻覺 就立即輪到你的思覺失調 繼續去看究竟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但是在拉康的理論來說 就是幻聽幻覺這些 在精神病的情況下是不會有發生 但是有幻聽幻覺就不等於它就是有精神病 不等於它就是sicosis 因為neurosis 功能症一樣可以有幻聽幻覺 但是它們的幻聽幻覺的本質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會再詳細說 因為它涉及一個certainty 即是一個很肯定性 即是說如果根據拉康的理論 精神病 psychosis的結構的人 它們有的這些幻覺幻聽 它們是不會對這些幻覺幻聽 有任何疑惑的 即是例如這樣 現在有個人跟你說 我昨天看到我的死鬼老婆在走廊 然後跟我說話等等 一個neurosis功能症的人 都可以有這種幻覺 但可能它會有其他疑問 就是例如 沒有理由 它不是死了嗎 為什麼它會在這裡 為什麼它在這裡 究竟它要來做什麼呢 有很多疑問會走出來 它會想到 是否真的 是否我看錯 是否黑影來 是否鬼 這樣它會想很多東西 但是一個精神病 psychosis的結構 它就會有一個很肯定的思維 它已經肯定了那件是什麼 而它不會有什麼疑問 這個我想可能 在我講case的時候 希望我可以講得多一點內容 開啟 開啟 其實為什麼不用先藤去講 不用病症去講 其實很重要 因為先藤是 其實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總之你就憑經驗 就是憑經驗 總之大部份 如果有這個病症 有這個特點的人 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是完全是不科學的一種做法 就是完全是沒有科學 而且它不是一個病症 不是一個原因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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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 cause 來的 如果是斷診的話 其實 Line Kong和 他有理由 都是追求一個 scientific discipline 他們希望找到一個原因出來 這個原因當然一定是一種結構 它會相對穩定很多 剛才可能也提到 其實同樣是這個環境環局 其實不同原因產生的環境環局 是有不同的特性 還有性德都不同 譬如說 為甚麼 為甚麼這個精神病 scientific 是不會質疑環境環局 因為它本身就沒有一個正常語言能力 正常語言能力有一個很重要分別 就是你可以問真假 如果你留心一點就知道 精神病為甚麼會detachment from reality 正確就是因為 在它的世界面 語言是無所謂的真假 還有想提一提 為甚麼語言問題 我們見到精神病或情緒病 都會有一個新聞學上的特徵 譬如說精神病的 它是種族實驗的 就說精神病的老婆扣會怎樣 它的熱力學的分佈會怎樣 因為病人就會 老婆的化學失調 強力疾病是怎樣怎樣 有些新聞學上的特徵 亦都有一些分尋無神不尋疑問 它睡不著覺 我喜歡處理 但要強調這種斷症 首先它是一個病症 它是一個result 而且最重要是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絕對不是否定 精神病或mental disorder 有這個新聞學上的 它一定會有 大部分都有 這三種營養都有 甚至對這所營養的 有一種很特殊的類型 叫Psychosomatic disorder 即身心症 其實醫生往往是查不到 這個人的身體有任何生物學問題 但它又增加了不同 所以你知道 其實這個精神問題 或是會引致生物學上的結果 但這個結果本身 就不是病症的原因 而同時一般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 尤其是開精神科 藥物是一定不可能 非常狠的 告訴你 是不可能治療這些病 它只是治病 不治療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些心環學 是心環學的心環學 是來自一個mental course 是否想問 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過一次也提及過佛羅伊德 佛羅伊德是心環學 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 unconscious 即是知不知 無意識 無意識 我想問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剛才 就講過把人和語言之間 畫上去等候 我不肯定我相不遵信在身邊 原因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非常 基本的問題 即是說我找不到任何的case 是相反所有相罪的 不是說我自己個人找到的case 只是說這個未必是最等人的邏輯 所以我就 但因為我們都沒有任何case 是相反而言 所以這樣說 純粹只是指出 有可能這個definition 不是一個除了definition 但我想衍生到的問題 就是 在意識上 我們要觀察自己的思想模式 去形成一些普通的事 但如果我們想人為語言 等同了以後 我們就怎樣去看待前面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但我們先講了 先看看case 然後我們再講 因為 是的 因為我們不如 因為不敢用 因為Psychosis 我們Psychosis可以作為一種 benchmark 它是很好的 阿拉康把Psychosis Psychosis 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它可以作為我們去理解 整個精神結構的benchmark 即是我們可以看回 接著我們經常看到 Neurosis 即是觀能症 那裡 那個無意識的運作是怎樣 等等 它可以給予一個參照 是好的 剛才不是說到Hornucination Hornucination 如果在Psychosis Psychotic的人裡面 它是會有一種很重要的 叫Certainty的狀態 剛才也講過的例子 譬如我們有機會 大家都聽過 大家也聽過 見鬼 在這個世界後 但是人們都會當Hornucination 但是當然看錯 當然是眼花 當然是鬼閃閃 譬如有時候 你賭錢 那我擲色仔 明明看到很大 這樣就很小 然後這些東西 有時候眼花看錯 諸如此類 但你會質疑到自己眼花看錯 這個已經 其實對整個Hornucination 你會帶有doubt 但是這個Psychotic 就不會 Psychotic 它有一個Certainty 譬如說 而且 它對所有 對它的質疑 是會抱著 as a personal 的狀態 意思是 你們懷疑 但是真的這樣找我 譬如 美國總統是不是真的打給我 和我說 假選了我去中國做間諜 但其實沒有這回事 我說沒有 他說有 是你們不知道的 以前有個西班牙的人 是居人的 在超市場 特內 是 為什麼有人聽到他這麼說 因為上帝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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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下來了 下來了 差不多都下來了 哈哈 哈哈 就是抽了籤 要去做事 這樣 譬如 有人說自己是 上帝的子民 珠不潮 上帝的老婆 死碎白 死碎白 是有個案的死碎白 死碎白就說 上帝 下來了 不足為結婚 他就要變成女人 所以上帝 要跟他談戀 是的 即是 在這本書裏 他會有一個case 講到 可能是沒有那麼極端的 例子 他就會 那個主人翁 由於他和他的爸爸 他基本上可以說 他建立不到任何關係 因為他爸爸是和他建立的關係 這個案主 他就認為自己 應該不是這個男人七三 於是他就會去怎樣做呢 他就去查他媽媽媽的 結婚的登記 他自己的出生的登記 所以看一下 究竟那份東西上 是否真的寫了這個男人的名字 但是他查完之後 他就發覺真的寫了這個男人的名字 但是他同時 他都會去想其他 就是因為他很肯定 自己就不是這個男人的兒子 所以即使寫了這個名字 也好 即是說可能他和他同一樣的名字 又或者不知道任何原因 總之這個男人 就不是我的爸爸 好了 原來 然後呢 拉康就給了一個 很有趣的圖 這個呢 就叫做 Arile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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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面這裏 這個就是帥仔的東西 那麼 那個是法文來的 Inconscience Inconscience 那個是unconscious的意思 unconscious的意思 那個我不是 英文來的 其實對應這個 對 拉康就是這個 對 這個 那叫做Arile圖式 那 因為那個全部是法文 所以我很怕 你這樣 是Arile圖式 A字頭是Arile圖式 法文的Arile圖式 好了 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其實呢 剛才說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 Terms 就叫Foreclosure 就是排除 排除 排除 對 排除 你現在說的 就是 你想說 你聽 就是 就是 Arile圖式 在說 就是想說 我們要理解一個人 他有精神病 其實他的結構 有什麼不同呢 跟其他 那你就要理解 究竟 Arile圖的理論來說 覺得人的精神結構 是怎樣 去 即是 怎樣去建構出來的 那就 又說回一個人 有一個嬰兒 influence 的情況 那個的結構 是怎樣 直至到 受到語言的閹割 跟著 怎樣成為一個 成熟的結構 那 那 Lesson 你可以再說 那個結構 是怎樣 那 Hallocination 他們很傷疑 那很傷疑 那為什麼會不傷疑 原來就是因為faculture 那faculture 那faculture 真的是什麼呢 faculture 如果一旦有faculture 就代表了 這個位置很圓滿 這個位置很圓滿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他人 這個是一個自我的關係 那這個他人與自我關係 是落入於 圓滿狀態 剛才有一個字 叫Imaginary 一種想像性關係 的圓滿狀態 這一種想像性關係的圓滿狀態 在我們上一次呢 就講了有三個界 就是 真實界 象徵界 和想像界裏面的想像界 那那個想像界的關係呢 裏面這種想像關係呢 它原本呢 如果我用回一個 嬰兒和媽媽來講呢 就是幫嬰兒 她將 她會將這個媽媽 當成是自己 就是 你看到呢 比如這寶寶仔呢 好像 其實是貓貓狗狗 就是 你對著她 有些動物體 都會知道 有鏡像 裏面說 Champaign C 基本上只有人類 會對 將另一個同類 或者 應該和她 當成自己 那在這個裏面呢 這個呢 媽媽和這個呢 嬰兒呢 就 混亂成一的 譬如 她會 吃媽媽的人類 譬如 她跟這個 大便 便便 她沒有一種分隔 她沒有一種分隔 還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叫做 鏡像自我 Mirror self Mirror Self 是自我 Mirror self 她的意思就是 她的自我 即是人類的自我 其實是一個Mirror 她是通過 因為她沒有說 看到她自己 英語 她只能 她就將另一個人 認同做她自己 她的自我 是通過 將自己等同於 這個外部的人 結納在上面 這個 代表 就叫做 想像 而 結果 就是Ego 是的 這樣 這個就叫做Mirror self 在這裏叫Ego 是的 這裏 他人 其實最主要是modern 沒有親 所以 剛才可能也說過 如果這個 爸爸是沒有辦法 很弱勢 或者沒有辦法 令嬰兒覺得她是真正的爸爸 的話 一般這個爸爸不一定是她 真是她親生父親 只是她第三者 如果這個嬰兒覺得她是真正的爸爸 她就沒有辦法脫離這種關 但是這個figure 不一定要是一個真的媽媽 因為 既然我們剛才說過 這是一個語言的dimension 在語言的圍路 其實是個語言介入的問題 而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父親 只要在整個嬰兒成長的時間 有某一些significance 或者某些figure 令到她知道她不可以和母親是圓滿的 或者她完全是理解到母親想要些甚麼 已經進行了成功的閹割了 所謂的閹割其實就是 很簡單地說 就是她進入social world的一個程序 對 所以 如果她和母親的關係是非常 因為她的閹割是圓滿的話 她就不會 不會需要進入這個象徵世界 即是說她不需要進入這個social world 所以 如果她和母親的關係那麼圓滿的時候 其實她的情況下 她是可以說很舒服的 很開心 很satisfied 完全 但是她如果要進入social world 成為一個social being 其實一定要知道 這個世界有第三者是存在的 不只是可能是爸爸 也不是剛才對相應的媽媽 未必是媽媽 總之是一個主要的照顧者 請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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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本書的92頁 因為 不如出品了 因為我已經畫了 child and mother 原本 如果用一個set來看 用一個集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同一個集裏 媽媽就是我 我就是媽媽 是的 但是呢 不如將她介入 語言就將她介入 譬如老格 我舉些例子 譬如媽媽 有時會不在場 是吧 媽媽有時會不在場 嬰兒當然 一個媽媽是照顧嬰兒的 餵奶 換料片 洗澡 洗澡 等等 但是呢 媽媽都有不在場的時間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 亦都是令到嬰兒感到很焦慮的 譬如 一個嬰兒 她哭 媽媽餵奶 但是呢 餵奶 意思是什麼呢 應該是肚子 但是呢 有機會是什麼呢 可能她淡了自己 在那裡爽哭 淡了自己 在那裡爽哭 但是呢 她又撕了奶瓶給她 那會怎樣呢 那就不一致了 整個不一致 就令到她在那裡 那個baby 那個child 會聯想一件事 就是一件 我不可以知道 為何媽媽要這樣對我 這裏就會幫她們畫了一個介線 而這個介線就是father 因為呢 其實在整個 parenting的整個階段裏面 即這個情況裏面 其實呢 剛才講的一些語言的奇異 語言的奇異呢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奇異呢 就是爸爸會說no 即是呢 譬如 大家都有知道 如果有些小孩 經常都很黏著媽媽那些 那些裙腳那些 我們叫做裙腳仔 那她爸爸會去幫她 你這麼大 還跟著媽媽做什麼 就隔開她 就隔開她 還有呢 佛洛伊德呢 都會說 其實呢 發現了這個呢 父母的性交呢 很創傷 或者呢 老爸老母 老爸老母呢 他們那個back room 關了那個門 晚上 你自己一個 那個小孩自己 在那個back room外面 關了那個門 這樣就absent了 父親下了個甲令 令到了語言 即是這種社會的圍道 社會的圍道 社會的圍道 介入了她的小孩 就是她發現了原來 父親的no 才可以滿足到媽媽的需要 這個就是語言的介入力 就是發現語言她背後 她不可能一致老 所以 剛才可能她說 其實父親的意思呢 只是一個象徵 不是說 爸爸這個角色 人又要怎樣做 未必是這樣 總之意思就是 她知道了 有一個social world的存在 其實如果用最嚴格來說 最嚴格來說 那個father 她有一個特別名詞 叫father's name 即是name of the father 最初次 父親之名 為何叫name 不直接叫father 其實就是想傳達她的意思 就是這個father's name 其實是一個宣布的東西 它宣布是甚麼呢 其實比較嚴格來說 其實是說這個mother child的 母親母嬰的關係裡面 是有一個缺口在 她是沒有辦法填補 貝丁兒發言 始終是沒有辦法填補到這個缺口 而且這個缺口 是被想像成為一個father's name 一個感應 當然她剛才提到 她不一定是說 直接有一個神物的人 有一個真正的人 走來說一句話 可能她其實 這個no 是在說 是那個母親 是說了一些說話 或者一個母親的姊妹 一個女性 走來說了一些說話 令到嬰兒知道 有一些事情 她不可以做 甚麼不可以做 其實她和母親的這種原本關係 不單止有缺口 而且是不被容忍的 所以這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苦身 或者是真正的no 這個禁止下來才會這樣 當然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就最好 因為這些情況下 最傷害 應該是比較成功的做為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一定會知道 那三界 就是天地人三界的三界 那三界就是 Imagery,Supportive 你不一定很清楚 那三界究竟是甚麼 你都大約可以掌握到 psychotic的結構是怎樣 就是說她沒有這條線 她沒有這條線 她沒有這條線 那是虛線 虛線 虛線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這個他人就是母親 就是母親 就是母親 那那個關係不是一百聲 很完美嗎 竟然是不需要其他人 但是如果你是成功因果的話 你就進入社會 社會會要求你一個社會位置 那個社會位置就是主體 主體都是一個social 它不單止是一種意識的別球 主體和這個big other 其實可以寫big other 叫大花姐 big other有很多種層次 有幾種層次的意思 但它本身是一種結構 最底層 它是一種意識的結構 所以這個father Snow 就變成了第三者 所以塞浦迪最大問題是 當它沒有進入到 它只是停留在想像界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進入到那個社會 所以它沒有產生到一個真正的主體 因此是這樣的時候 語言對它來說 就是一個滔滔分盡 是一個totality 就是語言可以變成全部 譬如舉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們日常用語裡 就適合很多粗口 那些粗口就涉及一些很粗獷的行為 但是一旦 譬如我們在街上看到 那些人在互相說粗口 說很多粗獷的行為 但是那些人說完 譬如有說有笑的 你想想為何還有說有笑的 它如果是sidecoded 就不會有說有笑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句語言一旦說出來 就是問候別人的父母的時間 一旦說出來的時間 這個語言給了出來 但是呢 聽的人也好 說的人也好 都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得不做得 說得不做得 接著就笑了 我曾經見過有一次 我在街上 我和阿健一起走的 就是一群男人 不知道說了兩三個字 一些應該不是粗口 是一些人是成份的東西 哈哈哈哈大笑笑了 笑得好像中了合彩 中了吉祥合彩 但是一旦說到這個粗口 他們笑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們不會這麼做的 因為他們知道 有一個禁令在這裏 這個語言背後 是說的 不是說一下的 不是做出來的 這個禁令的 產生就是這個 這個big other 這個維度 粗口 說了 就不會做的 但是sicotic的人 就不是的 他就真是落了 這個幻想的圓滿性 所以他們那一種 有些東西不夠力嗎 雖然他們沒有 但是他們都會說話的 但是語言 名字就是什麼 他因為沒有其他 因為他都是可以說話的 你見sicotic的人 都可以說話的 但是他們就會對 語言 將來很敏感 在這本書裏 拉康就說了一些 他會打斷別人說話 或者聽話 聽到一塊塊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那個字 我還不記得 Disturbance Disturbance 這個字 他們可能 經常都會對 別人每一個字 有些Disturbance 有些騷擾性 譬如別人還沒說完 就打斷 或者諸如此類 他不會聽完 講話 因為你們知道 我們講一句話 當然是講完 才會表現出來 而且還有我們背後的 meaning 有些東西 譬如你老闆跟你說 嘩 你這陣子 經常都很準時走 那你就知道 那句話 給了一個禁令 你就是叫你 不要那麼準時走 要遲些走 是不是 嘩 你看看你的同事 多喜歡遲走 好 那他跟你說這句話 背後就是有 father snow 在那裡 但是 psychotic的人 就不會這樣 他就是那個 整個language 那個function 他沒有了一個 叫做 就是這個 就是father father snow father的禁令 指向著 一個幻想 一個 mother 要的東西 母親要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有任何奇異 在整個語言的系統裡 他不會有任何 還可以被詮釋的位置 所以他才會有 hallucination 的 certainty 因為如果我們 鬼眼眼 眼花 或者看到一些 hallucination 我們很快就會 會使用一個全息 當然我看錯了 當然是 我旁邊的人 不弄我 等等 好了 我們是時候要 要講一講 他這本書裡面 講的case 這個case是101頁的 101頁的case 這個case 按著 boothpink boothpink 其實是一位 專門做的 除了做精神分析 可能做的 專門訓練精神分析師的人 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boothpink boothpink 拉開圖書 那 他的個案 那個案 就叫做 Roger Roger 可能可以說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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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Roger的case 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看 psychosis 這本書裡面 提到的一些特徵 他家裡有個姐姐 爸爸媽媽一起傳的 沒問題的 本來 但他爸爸 聽Roger 他說 他爸爸 就是完全把家裡的 所有的大小事務 都會交給他的婆婆 就是Roger的婆婆 令到Roger 是說 他會覺得 婆婆 好像是像他爸爸的角色 多一點 他爸爸 根據Roger 就很像他姐姐 把所有的attention都給了他姐姐 而Roger的媽媽 就只是給了attention Roger 到Roger 到大學的時候 有一件事 令到他 有些可見的問題 出來了 他自己覺得有問題 就是他 他住了那幢大廈 有一位女士 有一個盲眼的先生 他的先生 在最近的意外 就死了 這個女士 在種種的 不知怎樣的情況下 就認識了Roger 然後 就邀請Roger去探望他 其實中間就有 很多sexual invitation 就是 這個女士想和他發生關係 是的 然後 他就開始病發 那 他的病發 他的問題是怎樣 就是他會避開一道大廈 直接就不回家 他最初就向他自己 教授求助 他教授就refer 去social worker 那個social worker 再refer 他去看精神病 精神分析師 還是精神病 就是精神病 因為精神病毒師 是 如果沒有去 應該是blue screen 都認識 所以 他是另一位 就是 分頭第一位 分頭第一位 OK 就是 第一位 這位 這位 第一位 他看了兩位 第一位分析師 這位分析師 不知道是誰 第二位 就是blue screen 的學生 那 那 他看了這位 第一位分析師 就看了兩年 那兩年的時間 其實這位分析師 都很小心 那 都是主要 Roger 都說說說說說說 我多數說他自己的夢 那 Roger 就會寫都很詳細 寫完自己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交給分析師看 那 他說這也是一個特定 就是精神 而 酸性的人 很喜歡同樣 就是 對 Deflex 就會 預先做給一大堆的東西 那 其實 他說 他現在不足的那個 就是史隨法 寫了一個書面出來 那 那 這裡 都可以再提一提 就是 剛剛 Leoson都提過 就是因為 這些酸性的人 由於他們 使用語言 那個想法 是 其實可以說是 他沒有經過閹割 所以其實他根本 可能運用不到 語言的真正意義 那麼他有什麼 一些特徵呢 就是 譬如剛才他說 其實不懂得說笑的 不懂得用一些新的比喻 因為我們平時 如果是說一些詞語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 一些其他的詞語去解釋 就是一個字 一個字這樣 他不像字典這樣 他支援那個字的意思 其中 psychotic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們會用一些字 而那個字 他是找不到其他意思去代替 找不到其他意思的支持 是不是這樣 他其實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他 中間 是 那個分析師 不知道好東西出現了什麼問題 就是 有一天那個分析師 就是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些 就是 剛才我們講語言公式 那裡 為何它沒有metaphor 沒有隱喻的能力呢 就是因為 語言對它來說 是一個 很實傳的問題 語言沒有真假的 我們知道 我們有個幻覺 就是語言指摘一些實物 所以我們可以放棄一個字 用另一個字代替實物 雖然我們知道 這是索粹要求公正 雖然我剛才告訴你 其實這是幻覺 因為剛才我證明了給你看 所以 它根本不存在 是 反過來 是你用的實物 來代替一個語言 代替一個概念 代替一個概念 你公式當我 當我正是正面 所以 其實我們講 語言指摘 那些真實真假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幻覺 但是 這是我個人最少的幻覺 叫做 Mental fantasy 它有一條公式 你舉手給它 就是這條公式 這條就是分裂主題 那班subject 是零零 代表朝向 朝向 朝向 object r object r 就是你認為是實存的文體 就是那個意義 這個分裂主題 因為其實根本不存在一個東西 這個文稱 叫做Mental fantasy 所以可能剛才說 其實他沒有真假的幻覺 但是 但是 回到他這個案子 他病白 就是因為分析師說錯了一句話 其實 我不知道他比較說錯 但是 因為他過了兩年 都是說他的夢 等等 好了 有一天 分析師終於出聲了 就說 或者你這個夢 就是 Roger 在一個龍裏面 不知道為何看了出來 他剛才說 你有第二個意義 其實這個夢 或者就是 好像你平時的生活 你都在一個龍裏面 這樣看出來 然後看出來 為何會覺得 然後Roger 就出來分析 因為在此之前 原來Roger的心裏面 所有的夢 那些東西 其實只是一個 挺漂亮 挺有趣的 一個影像 是沒有其他任何意思的 這個影像 其實它雖然沒有一個 這種意義 我們一般正常人的意義 它有一個功能 Roger的說話 是用來鞏固 是用來再構思 這個關係 他其實未看 這個第一個分析師之前 他剛才可能也提到 他去一個 好像證管登記處 那些地方 就不斷插 想證明 他那個人不是他老爸 即他真正的 不是他老爸 為何他這樣做 其實他想證明 其實 因為他覺得 那個老爸 是不能跟進 所以他覺得 要給他一個位置 是一個象徵 在社會上 要給他一個位置 所以他要用來 這個功能 他講 每個精神分析師 假夢都是一樣的 他不斷講自己的夢 有個龍 有個鳥 很漂亮 Rose 其實都是想 去構思 在這個移情的作用 你進去那間房 就是一個移情的地方 就一對一分析師 分析師 就是他母親 他建立了一個聯合的關係 所以當個分析師 提出他 說有其他意味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 其實 言外之意 對他來說 有一個成績的情詞 是說 這個關係 不是唯一的 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 但是Roger 不是一開始 就是這樣 好像很會 分析的問題 那樣 他也嘗試過 想和他爸爸 修補的關係 但是他去嘗試的時候 他爸爸的回應是 告訴他 就是 我寧願和你狗 即是見阿瓜 也不想和你建立 那樣 我就說 那隻狗算了 都不知道 因為很詳細說 究竟他和他爸爸 還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爸爸 就是完全分盡不了 是的 那裏有一個句子 可以照到出來 就是1032 他說 他留的答案就是 I will sooner grow form of a dog 大概知道 我寧願 我寧願 我喜歡一隻狗 即是 不知道為何 都拒絕Roger 那 Roger之後 才覺得 這個爸爸 我不可以再嘗試 和他建立的關係 是的 他就 肯定了 這個男人 不是他爸爸 他就去證明自己 究竟這個男人 不是他的爸爸 但是雖然他看了 那些證明之後 所謂的證明 他找的證明 明明就是 看著這個男人 他仍然很肯定 自己不是他的兒子 後來 由於他見到這個分析師之後 其實就是在一個 鞏固 他這個 Immerginary 這個 世界中的東西 他其實還把他的分析師 擺在他人的位置 即是說 可以 我們這樣 在拉胸的感覺 裡面看 他是當了 他和這個 therapist 就好像 他 孕婦的時候 和他媽媽的那種關係 一樣 這裏也有看過 這裏也有看過 他還會把 他媽媽的照片 帶給分析師 是 是 是 他 他期望 分析師 會有一天 會自己想到 其實應該像他媽媽那樣 這樣 很圓滿 即是 他媽媽 其實明是暗是 甚麼都沒有 他不知有意識 還是沒有意識 都不知他想怎樣 他還 他再去見大 U.A.Therapist的時候 其實Roger 還將他之前的分析師 那個last name 擺在自己的last name 他就作為 好像這個分析師 跟他的關係比較密切 成為了他的一部份 之後 他再去見 第二位分析師的時候 他也把 那個第二位分析師 放在自己的頂上 他選擇這個分析師的原因 甚至是 因為這個分析師的名字 讀出來 就好像以前他姐姐 的一個別名一樣 因為他姐姐 很得到他爸爸的歡心 他覺得 所以他練到這個名字 特別喜歡 然後就去見 那個第二位分析師 而那個第二位分析師 就是 這個作者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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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地 他可以在見 這個Roger 第一次之前 就聽到他第一位分析師 對於Roger 對於Roger 這個案件的表演 所以他就知道到Roger 是一個psychotic的構圖 所以他對於他的療程 就很不同於第一位分析師 其實他其實應該 基本上這個個案就是 第二位分析師又都比較圓滿 第二位分析師都比較圓滿 即他沒有出現太難 因為這個分析師就 沒有 即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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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甚至 擺一個音樂的功能 其實他如果去分析的時候 當一個分析師 對於一個功能症的人 Roger 的人 就會很尊重 你 他要 要動搖 他原本那種的想法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對觀能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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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知道他是精神病 也叫做折扣的 他以為他不是 他以為他是 所以 其實他分析的時候 就等於 他站在迫 其他人的位置 當他分析的時候 就等於 去告訴他 有這個閹割的過程 如果用圖示 就很簡單 你知道 如果我這樣說 你不需要理我 你不需要一定相信這個表現 但你知道 這條表現內部的一致性 是可以 起碼他這條表現的內部一致性 就是 現在 他因為 根本這個 薩克蒂亞沒有這條族 Roger是沒有這條族的 所以他是講不存在社會和表體的 所以 一旦他出腳的時候 就是 他回到這條族 其實是 是切割著他這條族 是切割著他唯一 是這條族 切割著他這條族 這個關係內散 所以他就會 撥倒 撥倒 撥倒是一種修補 精神病名的breakdown是為何要修補 其實你會見到他會有甚麼breakdown 他就有holocination,dillusion,患情患覺 患情患覺是為了重新去綁回這個關係 是為了重新建立一個他自己的 而這個你可以視乎是語言的暴政 即是一個total語言的入侵 其實他當然還有另一點連響 就是suicose,快感 那個會太複雜了 也會輸入細細細細 但這裏我們今天就不講suicose的連響 所以在語言那裏 這條族對精神病的病是不存在的 suicose,suicose是快感 是法感來的,suic就是enjoy 可能你會有疑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隨時都爆,隨時都病爆 但其實是在一些特殊的設定裏 是會用的 就是有時分析師和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可以用的 那就要很小心 而為何平時這些病人是不容易… 即是不容易… 即是不容易… 爆發 即是不即刻爆發呢 是因為他們如果… 其實通常一般他們 survive 了下來 全身處… 即是 survive 了沒有這個 但都 survive 了下來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 有一個 substitute 的方案 是支撐著他們的世界 那另一位… Bushin 的本事 另一位精神病毒師 叫Russell Rick 就提了一個比喻 比喻 現在我們來 你看這裏的椅子有四隻腳 有些椅子有三隻腳 這些就是精神病的結構來的 這些按住… 但如果你不去搖動它的時候 它就不一定要爆發 而且他們會有一些方式 去支撐著他們的結構 所以它就不一定要爆發 而且其實剛才有個… 這個case 都是典型的case 就是通常是面對一個成關係的事 這位Rosa就是… 它應該是第一次… 我真的說… 第一次… 第一次性經驗的時候 即是面對一個女性 即是要第一次性行為的時候 就 break down 了 好 那… 都可以call these case call these sentence 所以都很不容易 其實今天會特別強調的語言 他在107月那裏 Rosa跟另一位分析師說 我會說 因為我很會用這回答案 8ически… 我會想說 最怕的 … 文都畫一些 太好 那樣 我會講 一句話 是發生的 我會說 他直接說了這些典型的個案 他便會說了他所面對的語言 語言的問題 然後他再讀幾句 其實第二位分析師叫Shakzos 我不一定說對 但Shakzos 這類的分析師他怎樣對Y-E-Roger Shakzos is very patient with Roger and by devoting attention to Roger's more spontaneous comments and repeating in later session what Roger said offhandedly in earlier session Shakzos allows Roger to view him as someone he can talk to roger almost completely stopped reciting dreams by heart sensing that unlike his first experiment Shakzos will not try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his speech 跟你酷補了 which is already ten years in his own mind to invoke or insinuate meaning that Roger does not intend 即是說Roger最害怕的 最害怕是說他講多一些東西 但這些東西有奇異 it being other other than他想講那些東西 他這裡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說 Roger almost completely stopped reciting dreams by heart 為何Roger是開始放棄一般COVID的網集 就是不斷一見深深不見不斷在說話 不斷在說話 就是因爲他覺得這裏他現在這位分析師 是不會去evoke他 即是不會去求逼他某一個意思 他所說的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他就停止了做這個解謀 其實是一種迴避式迴避的行為 他在說Shakzol 說他很注意他講話 上一次他講的 上一個section 他講的東西Shakzol 下一section會告訴他 我還記得是上一次講什麼 但這裡最重要的是哪一點 這裡最重要的那一點 就是說Shakzol 說Shakzol will not try to expose the meaning of his speech 你深刻意認識他那個意思 當然一般來說 這做法其實與其他分析師很不一樣 另外兩種性改變態和官能症很不一樣 為甚麼 其實譬如官能症 官能症的分析師都不會採取他 官能症的做法很不一樣 最初有兩點,孤仁正是這樣的 孤仁正有這個軸 孤仁正進入分析師的行 他就想把分析師當成一個異議的樂園 所以大方的分析師都會這樣 他不會認同這個人,他會拒絕讓他開始罪人的幻覺 但在這裏,Shutso在對患者的病人 他便會容許他做這件事,即建立這個形成 反而還可能幫他鞏固他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有一個幅圖 I imagine 彩色的幅圖 其實他做了甚麼?三個order 波士圈 他做了甚麼? 你見到右邊那幅大一點的幅圖 正常應該做了三幅圖 但為何他右邊多了一條圈出來呢? 其實我不太清楚這個究竟是說甚麼 但其實你可想像 其實現在這裏 其實薩古迪爾他才做S那個東西 現在他要補一條圈 他可能要某些方式補一條圈 是分析師自己 變成通過這個section 分析的行為 是補一個 整一個意志用的東西 是套實這個圈 這樣那個病人便可以繼續來 他便不會被監獄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simbolic 是會自行收補他自己 即這個language會自己收到他自己 還有第二點 其實那個分析師 在官能證裏面的分析師 是會拒絕 即除了拒絕進入幻覺的位置 幻覺的位置 扮演他的心溫的控制 他總是要reject meaning 在官能證裏面 即是他說 我當我黑先生是你做的 我便不會同意你講的 我不會同意亦都不會反對 總之就不讓你肯定那個意思 你就不讓你在那裡說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 總之你不會得到我任何反應 但是如果對這個人不同 其實這個人便是俗這個 移情的患移情的原因 第二點就是 其實他的speech裡面 提算的名言 其實那個 在那裡是 發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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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想講一個 放在了智能力的對話 發表什麼 放在了智能力的對話 你意思嗎 即是有兩點分析嗎 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以前做的都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就真的有很厲害的obsessing 他打來講話 他不停講講講講 而且每一次都是談及自己的聖經研的女人 他每次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說不停說 我又遇到什麼 說成一群的士很喜歡我 說說說說說 所有的人對他都會跟他講 但問題後來就發現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每一次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給一個反應一下 是嗎 好啊 厲害 厲害 Energy Level很低 給到很低Energy Level 然後他就真的 以後他打來就不會這樣了 但是Psychosis的人是不行的 另外有一個case 就是有個女士打來 那他就怎樣呢 他就不停說 存在做一個應該是需求的 他會保護他 無事無刻地保護他 他轉工會保護他 他在酒吧被人的氣會保護他 周圍他好像無處不在乎 但是就沒有人見過的 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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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酸酸酸酸 那那個breakdown在哪裏 那個breakdown在哪裏 如果純粹從他提及 那個breakdown在當他喜歡了一個同事 而被reject 而被reject了之後 就突然出現了這個神秘人 突然出現了這個神秘人 好了 但是呢 其實呢 初頭呢 又是有些其他的同事 不停去說 這個人不存在的 那他就其實不行的 是反過來真的要 跟他去談談這件事才好 那就真是有好轉 真是怎樣做好轉呢 好 我終於想到想說什麼 其實呢 第二個觀能症的問題 其實那個fantasy就是 觀能症的問題就是 其實那個意義是無限的 所以他explore的limits 其實他想pustray他 正是相反的 其實他是想pustray他 那個 初次要做事就是要他知道 其實那個 在那個語言裏面 那個意義是有某一種 就是虛幻性的 否則他每次都會嘗試 停留在某一種想像 很滿足的想像點 那是一個意義的作用 那最後呢 時間關係的 最後呢 最後呢 他最後有一個結論 其實今天呢 那個社會呢 就很特別的 就是比以前很特別的 因為他是很不同 即父親的角色 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比較深的不同的 即父親以前的威權 形象很… 即其實其實不論東西方人 的文化都比較遠 那現在就越來越低落了 那女權又越來越高 又和社會的結合不同了 以前有大家族的 那現在就有所謂的 核心家庭的一個 而且不單止是 我很多朋友 我可能三分一到一個人 都是有家庭的意義的 那我可能只有一個父母的單親 那其實在大家族的個案就是呢 其實如果那個父親是有問題的 有很多其他人可以實際上 分享不到這個做父親的 會把父親的分享 但是呢 在這個新家庭 如果父親分享不到 或者單親家庭 根本是沒有的話呢 那就是比較…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有做個調查 就是可惜我以前沒有聽 是這七年八年 才聽那麼多 什麼思覺失調 多到要政府在看電視賣廣告 那所以他這個… Goodspeed他有個說法就是 第111頁 其實這個沒有錯 不難看 是很容易看的文字 你看剛才他整個個案子 starting是有101頁的 那他仿然Facebook是這些 那他前面還有大堆理論 你可以回到這個問題 他的結論就是 from father 他在最後那段的題目 就是from father to worst 當然你現在有取得文化 就是不要不理權 但你要想到這個問題就是 from father to worst 這個父權 去更差的情況 就說現在我不是說 現在要阻止 他意思是我現在不是要阻止 現在這一種 就是去將這個 消滅這個父權制度 有這些文化傾向 即現在全球都是一種文化傾向 但這個問題你要考慮一個因素就是 如果這樣情況會導致精神問題的話 普遍越來越多的精神問題的話 你可能願意你又不去處理的話 你可能是暴向一個 比之前父親更壞的情況 那根本就… 根本就… 他可以… 即我可以… 有些… 即有些事有可能…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I READ 是賤 エ win 你也炙得 我可以邀請 Charles